乾爸他拿電話來問我說 有沒有想要學這間店的技術 因為他們那時候要退休 然後我乾爸生病 所以他們想問我說 有沒有興趣接受 所以我才把它傳承下來 我覺得音樂帶來給我很大的力量 所以我想將這個能量 感染更多的人 人生就是這樣 吃到老後到老了 不然這個年紀還要做什麼 每個禮拜天 帶您尋找台灣感動力 3點 4點 9點